大家好,我是Yoyo 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要跟大家一起開箱物資 這個是我朋友從台灣寄來的 耶~~ 大概等了一個禮拜左右吧 我是拜託了他一部分的東西 但是我不曉得他一部分的東西 他有沒有寄一些其他我不知道的東西給我 那現在就跟大家一起開箱吧 哇,一打開就看到 老媽拌麵耶 這個大家有吃過嗎? 老媽拌麵 我沒有吃過,但是聽說很好吃 而且這個是麻辣口味的 太開心了,我想吃看看 而且這種拌麵一定很好吃 台灣是不是近幾年這種拌麵越出越多啊 聽說很多藝人也都有出 這看起來很好吃耶 總共有四包 耶~~ 接下來是 辛味派 我的最愛 而且 它這次的全部都是巧克力口味的耶 因為吃來吃去 覺得巧克力口味是最好吃的 再來一次 耶~~ 賣皮薩巧克力 大家有吃過這個嗎? 這個爆好吃的 這個超好吃的耶 雖然很甜 可是我超愛的 日本 為什麼7-11都沒有賣這些東西啊 還有這個 薄荷巧克力 這個也超好吃的 這個雖然日本的那個 外國食品店有賣 但是很貴 而且不一定有這個薄荷巧克力口味的 等一下 巧克力類的還有這個 這個真的是經典中的經典 耶~~ 這一定要吃的啊 而且我一次買了 這麼多包 再來也是 巧克力 登登 這個也超好吃的耶 天啊 而且這些東西 真的7-11都 就是日本的7-11 包括這個 冰分了啊 根本都買不到 所以每次 在日本7-11都很空虛 因為很想要吃這種 比較有變化的巧克力 這個 台灣的品牌 這個真的 超好吃的吧 大家應該都知道 都有試過 再來也是台灣的巧克力 耶~~ 蓋琪 蓋琪也是我的愛耶 好開心喔 再來是 雞汁科學麵 而且要雞汁口味的喔 比起原味 我更喜歡吃雞汁口味的 然後又有一個巧克力了 然後又有一個巧克力了 大家東西好多喔 耶~~ 三角巧克力 這個也是日本不好買 要去國外的食品店 才買得到 但是 很貴 這還是在台灣買比較便宜 哇~~好開心喔 我的天啊 都是喜歡的東西耶 然後再來是 麻辣鍋的料理包 我托 我托我朋友買兩種 這個是 麻辣風味的跟 香辣滋蘭 這感覺很好吃耶 好想要馬上就打開來吃喔 哇~~好開心喔 我超愛吃麻辣鍋 好 再來是 薏美蛋捲 蛋捲是因為想太媽媽很喜歡吃 所以想說 就是買給她 再來是 麻油雞泡麵 原本我有點擔心就是 麻油雞泡麵不能擠 可是後來上網查了一下 麻油雞泡麵好像是沒有關係的 然後還有這個 紅燒牛肉麵 這應該夠我吃一段時間了吧 因為 疫情的關係 真的不知道下次什麼時候可以回去台灣 所以就 請朋友幫我寄了 還有可樂果 大家有吃過這個口味嗎 我覺得可樂果近這一兩年 真的是越出越多口味 我以前對原味可樂果還好 可是它現在都出這種很特殊的口味 而且都是這種大包的 這是檸檬玫瑰眼 以前大學同學推薦我的 這超好吃 好 這箱結束 換開下一箱了 這箱就比較輕了啦 看一下 看得到嗎 這個也是可樂果 黑胡椒蝦耶 胡椒蝦口味耶 而且還畫一個台灣啤酒 台灣熱炒店的觀點 這看起來很好吃耶 這個口味我沒吃過 試試看 而且可樂果還有啊 你可以出一集可樂果全集耶 你看 這個叫什麼 炒海瓜籽口味的 你們有吃過鹹酥雞口味嗎 我沒有吃過耶 但是聽說不好吃 聽說這個很好吃耶 而且很像 真的就是海瓜籽的感覺 我看看這個圖片就好懷念喔 然後一樣有台灣啤酒 這個 我應該也是馬上就可以吃掉了吧 好開心喔 還有這個 這個我之前有吃過 這個也是我超愛的 川霸麻辣 這是麻辣多口味 而且我覺得它吃起來很像炸雞皮的味道 所以這個我也很喜歡 還有這個 大家應該都知道的 微粒炸醬 這個不只拌麵啊 其實有時候燙青菜的時候 也可以就加一點就很好吃 這個也超棒的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就是我超愛的 因為雖然日本 喔拿反了 雖然日本有賣就是像這種巧克力派 但是日本的裡面是包鮮奶油 我喜歡的是像這種 裡面是包棉花糖QQ的 所以我就一次請我朋友拿了兩盒 耶 而且都是大盒的 好了沒有了 接下來都是空箱的 謝謝姜姜姜 我放這個 老媽拌麵的外包裝 可能它是因為要節省空間 所以它就幫我拆掉了 包裝長這樣 看起來很好吃耶 還是我直接煮一包來吃啊 因為它看起來也不會很多 而且我到現在還沒有吃東西 其實自己也蠻餓的 好吃耶 很夠味 很好吃 嗯 食べてみて ちゃんと開始唷 好吃 豆 辛いよね でも美味しい 全然辛いから美味しい 辛くないの 真実 辛的又麻 又香 又 add some 又會辣的 很夠味 而且重點是 麵是我我喜歡的寬麵 這個好吃耶 下次還想要這份 從台灣帶回來 因為有 gezegent 疫情的關係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去台灣 所以特地請朋友幫我寄了物資過來 但是真的很謝謝他 因為聽說台灣現在非常熱 三十幾度有吧 然後他還這樣子就是幫我東奔西跑 真的很謝謝你 就是幫我寄了這麼多東西 下一次呢 等我去台灣的時候 再好好補償你吧 那謝謝大家今天收看我們的影片 如果還有想要看其他題材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們每個禮拜一跟禮拜四都會新增影片喔 要記得訂閱喔 那下一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 是台灣來的空氣